Hello,欢迎来到其实你应该,我是Dandy 在这里呢,希望提供给你一些生活的小建议 你可以参考,可以预防,也可以鄙视 希望你从中呢,获得一些思考的新方向 今天要来聊聊其实你应该,这样过你的周休假期 说到周休假期呢,因为在台湾可能大家已经习惯了 就是6日,就是势必是会放假的 当然大部分的工作啦,还是有些工作是轮班的 或是他们是隔周休,可是基本上大部分的工作 现在都是偏向是周休日 所以大家可能就是1到5会有心情的工作 然后6日就是拿来休息,甚至就摆烂拿耍费 就是那个天堂跟地狱的那个落差感太大 会导致很多人的心情可能都没有办法调适 总是每一个上班日都要期待着礼拜五的下班那一刻 然后你知道,一放假之后你就开始担心说 礼拜天晚上就是开始犹豫这样 那到底我们是不是有些方法可以打破这个迷思 或是让你的周休假日既可以过得很充实 然后也过得很开心 之余,它又可以避免你有一些忧郁 你知道,Blue Monday那种心情产生 那到底该怎么做呢? 今天分了6个小点给大家一些建议 第一个就是不要在周休的时候啊 花钱买开心 所谓花钱买开心 这件事情它的定义会比较明确一点 社交活动或是娱乐或甚至你要外出游玩 它的费用相对就会比平日多很多 只要一踏出家门,你就是得花钱 不管你想要做什么事就是,哪怕是看个电影啊 看个展三五百块是一定要逃出钱包的 那就要讲到说,那到底花钱这件事情 你到底要怎么样判断说你到底是花钱单纯买一个爽度 还是你这个花费呢,是既买到了开心 你又学到一些东西 这是要去理清的 我觉得就是你应该可以花钱 当然可以花钱去让你自己过得比较开心跟舒适一点 可是你同时,你必须在花这笔费用的时候去思考到 它是不是让你可以在这个过程中去学到东西 而不是单纯是买一种感觉 就是那种丢钱的感觉 或是那种丢爽快的感觉 很多人就是可能周五 晚上就会去那种happy hour 就开始狂喝 可是你喝完之后你就会思考一个问题 就是你到底喝这个东西 就是你买醉这件事情 你当然有些人去夜店玩 他可能是想要招然异性或什么之类的 跟朋友hand out 可是他hand out的目的有时候就是 纯粹就是一个抒发压力 那你抒发完压力之后 你隔天醒来你就恕醉 你就满身的疲惫 然后又觉得我到底为什么要花这么多钱再喝酒这件事情 然后周而复食 就是每到礼拜五就礼拜六就做这件事 可是他到底目的是什么 那如果你有目的心 就是你可能你去这个夜店 你是为了认识新的人脉 或是你 你是很明显就是为了认识异性 那还说得过去 可是单纯如果你是 只是为了花钱买一个开心 跟买一个 就是买醉 那可能就要去思考一下 它是不是要去富裕一些更多的意义在背后 那会分三个点来说一下 三个花费的动机 就是如果你六日的时候 其实你可以把你的社交活动分为三个区块 一个是重要的社交活动 就可能是婚伤喜庆啊 或是你出席这个活动 可能是跟你的工作有一点点关系 可能是你在工作上认识的朋友 他开了新的店 或是你去捧场或什么之类的 像这类的活动可能就会相对而言 它可以拉拢一些人脉 那你可能花钱之余 跟你去出席这件事情 他同时是可以接收到一些不同的人 或是接收到一些不同的新的资讯 它相对而言是相对有意义的 这个钱花的是比较值得一点 然后第二个可能就是普通的聚会 可能是跟你的至亲好友啊 或是跟你的私党的那种一般的聚会 那这种聚会当然我会把你留在第二个 就是次要的 就是你还是得要做这件事 因为它是一种维系感情嘛 因为你总是要维系你的人系关系 但这笔花费可能就要适当 是想说你这个是因为你是真的想维系关系 还是说你就是因为你无聊 你就是为了打发时间 所以你就是每个礼拜都约他们出来吃饭 每个礼拜就约出来喝酒 那目的是什么 这件事情可以评断一下 或是不要频率太高 那它就会导致你说你到底是 你知道每个礼拜都在做同样的事情 你就每个礼拜都跟同样的 你见面跟讲一样的话跟一样的抱怨 它对你的人生应该是不会有太大的进展 就是你若只是当成抱怨 你没有付出行动的话 然后你又是跟每个礼拜都是跟同样的人讲 它其实是没有办法寄出一些新的火花 所以你就是要适可而止 这是第二个部分 第三个部分就是我刚刚所说的 最需要去衡量说这个到底花这个钱到底值不值得 在于说它就是为纯粹买一种快乐 就是为了打发时间 你就纯粹就无聊 你就是纯粹想说 我就在花钱做这件事情 然后纯粹就是你去一点喝酒买醉 或是甚至就是去做一些 你觉得做这件事情 它没有对你有任何的获得 可是单纯就是你花钱 这个爽度是在的 它会让你在六日的时候觉得 嗯 我有活着的感觉 但偶尔我也只可以 可是如果你每个礼拜都在做同样的事情 你就会思考到 这样的无意义的花费 是不是它长期会造成你一个经济上的负担 它会让你一到五 反而会更guilty 就在于这件事情上面 所以呢 第一点就是关于说 不要就是花钱买快乐这件事情 你要把钱花在对的点上面 哪怕你去看电影 或者是去看展览 即便这个钱花了 可是你有获得一些新的角度和资讯 那或者是出游 或者是跟一些朋友聚餐 就是维系感情嘛 可是你就不要单纯的是因为 你就是因为太无聊 所以就硬要去 去做一些撒钱的动作 那这样就可能比较不好 接下来第二点呢 它就关于说 睡眠这件事情 很多人在周秋二日的时候 他们可能都是会那种惯性熬夜 就是说 就是有种报复性 就是我一到五工作那么辛苦 我六日就是为了 要想要拉长那个六日的长度 所以他们就硬要熬夜 那熬夜这件事情呢 那成年的人都知道 你熬夜 当然看似你很想 哇 多了好几个小时 就是晚上这些事情可以拿追剧 然后打电动或干嘛的 可是事实上 你在隔天 他的精神状况 就是会非常的差 之于是 你可能在隔天 你可能平常你是12点睡 然后八点起床 可是因为你现在熬夜之后 你可能三四点睡 你可能要说到隔天的中午 你等于一个上午就不见了 那你知道吗 六日这件事情就很有趣 六日 如果你有很意外的 然后六七点起床 就是礼拜六日突然 哪根筋不对 你六日就是礼拜六点 或七点的时候起床 你就会发现 那一天的时间过得好漫长 因为整个白天就是 它实际有点过多 你就会想说 哇 今天真的很充沛 你可以做好多事情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 可是如果当你是 熬夜的状况的时候 你一醒来可能就中午了 所以你就会觉得说 很像没几个小时 天就暗了 你懂吗 就即便你要出门 或出远门 你这样也不能去太远的地方 可是当你如果 就是维系在那个上班时间 比方你都是十二点睡 你七八点起床 那你等于是早上 你就可以分段 如果你就有早上完整的时间 下午完整的时间 跟晚上完整的时间 就有三个区段 可是当你如果是熬夜的状况 你可能就会变成是 只有两个区段 那线下你就会觉得说 时间很像过了飞快 那你就是一定的嘛 对啊 所以呢第二点就关于说 如果你可以掌控你自己的那个意志力的话 就尽量不要熬夜 而且还有一个小点是关于说 如果你周末熬夜 其实你礼拜一会相对痛苦 因为你会比较难起床 那这就会变成一个恶性循环 你会导致你的礼拜一的那个忧郁会更忧郁 所以就是不太建议 可是就是你知道 大家虽然嘴上会这样讲 可是还是会这样做 可是就会 还是适时的提醒自己 就是能够早点睡 早点起床 它对于你六日会 比较多个时间可以运用 第三点呢 就是我觉得 周休二日的时候 其实你要留一点时间 放空 思考跟反省 哪怕那个就是 20分钟或30分钟 因为 现代人真的太容易 被所有的资讯给塞满 就是你一起床 你第一件事情 你绝对不会是 跟别人讲 或什么事情 就一定拿起手机来着滑 然后或者是你 当天你可能就已经 安排好所有满满的行程 就是等一下见着谁 然后等一下要玩个电动 或等一下追个剧 或什么这些的 你就是无数 或被3C产品 或是被你的活动跟行程给塞满 你根本就不会有那个空闲时间 就是去放空自己 就是告诉自己说 好 我现在不读 我没有要看我的手机 也没有要读书 也没有要做任何事情 我就单纯来思考一下说 我接下来这个礼拜 要做什么事 或是我上个礼拜 就是这个 礼拜一到礼拜五过程中 是不是有遇到一些什么问题 需要解决 需要思考一下的 可是我觉得这件事情 是蛮重要的 当你一个礼拜 你懂得拨10分钟 或30分钟 来做思考这件事情 你可以去理解到 你这个礼拜回顾一下 这个工作过程中 或是你在应对进退上面 是不是有一些不得体的状况 或是在工作上 可能是有一些 你接下来的短中长远的规划 那你现在是不是 你是一直都把他脑壁围不谈 或是把他搁置在一边 还是你其实有慢慢的在 往那个地方迈进 因为很多时候 我觉得人都会这样 就是你用很多3C产品 或是用很多资讯来麻痹自己 就有点像回避 你真正应该要重视的问题 很多时候 很多我们现在的人都会这样做 就是可能觉得说 其实你有个很重要的事情要做 可是你就会觉得说 我现在要忙这件事情 要回那个讯息 你就真正重要的事情 就会一直隔着 所以呢 我觉得这个放空 跟思考 跟反省 它就是 就逼着你去回顾这件事情 跟逼着你去 正视说 你是不是 到底有没有去执行 你该做的事情 我觉得这件事情 是蛮重要的 然后 它让你有更客观 或更全面的去思考 你接下来的人生 或是工作 甚至是你跟你的伴侣的关系 是不是 中间有一些需要去调整 跟你自己去反省 你是不是 在应对进退上面 有一些需要在做磨合 或是微调的地方 这是第三点 第四点 我觉得就是有点老掉重弹 可是它真的蛮重要的 就是你60的时候 最好是可以去 长期培养一个 你的第二专长 或是新的技能 因为这件事情呢 就是脑斜杠 这件事情实在是 现在人的必备了 所以你现在既有一份工作 其实是蛮不靠谱的 你有可能就是随时会丢了饭碗 所以你必须要 时时刻刻的去 为自己加分 就是帮自己去找第二个出路 所以不管是语言沟通的学习 或是运动 或者是如果你喜欢写作 或是绘画 甚至有些人喜欢 那种电脑程式设计的东西 哪怕你就是单纯 你就是喜欢那种 那种音乐或弹奏类的东西 那也是OK 我觉得它就是一种消遣之余 它也是可以培养你的第二专长 然后即便它那种 就是感觉刚刚讲的 都可能要花点钱 或是你要买一些器材 它可以相对等去学嘛 可是我觉得 它有时候不是说 一定要到这么的明确的一个专长 而是它就是小到一个 就是你把IKEA的组装 就是你去买一个IKEA 你把这个桌子 或这个椅子拼起来 或是只是一个水电工 简单的什么灯泡 灯泡自己的组装 或是汽机车的维修 这种很小的东西 它都可以触发你一个成就感 那这个成就感 就是非常的重要 因为它就会让你觉得 我六日没有白火 我这个六日有做一些 对人类有贡献的事情 或是对自己有贡献的事情 就是你觉得你有生产力 有生产力 这些是蛮重要的 就哪怕你一个礼拜 你就花个一两个小时 在有生产力的这件事情上面 就这个生产力 不是说一定要工作 而是你去培养 你的兴趣里面的生产力 就是哪 有些人就说 你在一件事情 如果你做了一万个小时 你就会变成那个 科目上面的 某一个领域的专才 所以如果你是觉得 你自己本身没什么才华 那你就是坚持 本来六日就去 喜欢画画 你就去学画画 那你喜欢烹饪 那你就去学 或蛋糕 或什么这些的 就是我觉得这东西呢 你做久了 它就会有那个力道出来 而且那个力道呢 它很多时候会在你 植崖 或是它在你的人生中 的某一个地方 它会凸显出来 可能你突然被资钱了 可是你刚好 学蛋糕学了很久 那你要开个蛋糕店 也是OK 那或者是 你可能 城市设计这件事情 你可能学了一阵子 你只是因为是 兴趣跟嗜好 而是因为可能 你学了一阵子之后 公司突然有一个 职缺是需要 对等的能力 你刚好就可以 得到省钱的机会 最很难讲 所以 我觉得是把握六日 去做一些 自己有兴趣 然后长期去专研 这件事情也是蛮重要的 接下来第五点呢 我要建议大家 就是可以阅读一些 跟职场相关的 一些读物或咨询 你一定会讲说有诗嘛 老子六日 就是难得可以求教 为什么我还要去 念相关的书 还要去接触 我工作上面的事情 听我的微微道来 我会建议 你做这件事情 它是在礼拜天的晚上 去做这件事情 因为做这件事情 是因为你礼拜天晚上 已经相对的 比较容易忧郁了 可是做这件事情 你如果有做 你礼拜一 你就会明显感受到 一种感觉是 你有偷跑 就是你有偷跑 比方说 你偷偷的做了一些 比方说 看一些跟工作上的资料 或是书籍 或真的是 你偷收了一些信件 你就会觉得 礼拜一很像 比较过得比较开心 而且比较坦婪一点 就是OK啦 就是你懂吗 昨天有做了一点事 你今天就不会压力这么大 不会这么忧郁 甚至呢 我觉得这件事情 是蛮 它可以解除一些 Monday Blue的一些控制 当你礼拜天晚上 你花15分钟到30分钟 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你感觉已经 把自己的那个频率 调到说 好啦 接下来要工作了 所以 你那个有点 熟心的概念 当然你 礼拜天晚上 已经 你本来很忧郁 可是你很忧郁 你把它 搁置不放 你选择 就是你当鸵鸟心态 你知道它存在 可是你当作没看到 那反而它 它一直 你知道它在盯着你看 那与其这样 你到不如 就是直接 就整理它 你就处理掉一些 你觉得有点繁杂 或是去阅读一些 相关的资历 是你之后 会需要用到的东西 花一点 这样的15分钟到30分钟的时间 你礼拜一 绝对会过得比较好一点 这是真心的建议 而且我觉得 偷跑这件事情是 就赢在起跑点啦 因为你看看 如果你跟你的同事 一个礼拜多30分钟 其实 久而久之下来 它其实也是有一点能量在的 就是你会 比别人多一些 你知道 新的知识 或新的讯息 这对你绝对是 有好没有坏的 第六点呢 是关于说 六日的时候 如果有空的话 就是运动健身 强健体魄这件事情 是必要 也是需要的 因为很多人可能 一到五的时候 可能就要加班 或是下班时间 就要玩 然后早上如果要起床 运动呢 也是 对很多人来说 是猛烟 不太可能 那六日就是你唯一 有机会跟有空闲 比较完整的时段 可以运动的时候 那我就会建议说 如果你跟朋友们是可以组团 因为很多人不喜欢一个人运动 他不喜欢一个人去健身房跑步 或是做一些器材 他喜欢那种有互动的球类运动啊 就有那种竞争感的赛事运动 比方说篮球啊 或是雨球啊 排球啊之类的 他们希望是有互动 跟人有一些 你知道接触的 他们觉得这样会比较 有动力出门去运动 那那也好 或者是你可以跟上滑游去户外走走 就是那种乞脚的车 或者是跑跑步 那这种东西都是可以提升你一些 身体健康跟心肺功能 因为你一到五真的是 每天都坐到办公室 很少有机会去动一下你的身体 可是当你上班足久了 就真的新陈代谢很容易下降 所以六日如果有机会 你去运动的话 你会觉得你礼拜一上班 或是你会比较不会有那么罪恶感 比如说我六日有做一些 就是对自己健康有意义的事情 你一到五去吃一些油炸的东西 或是吃一些比较不健康的时候 或是跟同事订下午茶 你可能就会相对有加relief 就是觉得说好啦 就是我六日会运动 所以我现在吃的比较不会有压力 这就是我觉得六点 关于说你要怎样让你的周休假日呢 过得更好一点 然后不会过完之后 你就觉得 怎么晃眼间就过了 然后我什么事都没做 觉得自己很像一无是处 然后很像每次都荒度我自己的六日 希望这六点小建议呢 你可以从中去找到 你觉得适合的 你不用每一个的疑寻 你觉得找到你觉得 你最近这个你观点 你觉得你认同 然后你影响也可以试试看 那就以那个靠近去尝试 然后去做一些小改变 你可能就会看到说 自己六日原来也是可以过得很不一样 然后蛮充实的 那就够了 好啦 这就是今天的其实你应该 下次见 这个事情 好 有点 感谢观看